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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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之后 当这位十几岁的少年回到大上海的时候 他已经完全像一个农村的孩子了 他用旧旧的布袋缝了一个口袋 口袋里装着是他自己种的花生和蚕豆 还有身上带着他第一次攒下来的19块钱 19块钱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在当年五分钱可以看一场电影 两毛钱可以全家吃一顿肉 所以19块钱真的是一笔巨款 我想问一问现场的朋友 如果当时你有19块 你会拿来做什么呢 买房子 吃顿好的 您的指向真的好远大 那我来告诉你 我们这一位待会要登上爱拼大讲堂的江宾 当年他把19块是怎么来分配的 他把八块钱给了自己的母亲 另外的八块钱给了自己的外婆 只留了三块钱揣在兜里 头也不回的踏上了当兵的路 这个当年只把三块钱留给自己的孩子 40年之后呢 已经成为许许多多中国首富背后的园丁 郭广昌张英杨慧燕等等 他更是许多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海外上市之父 他经常陪着中国企业要去到纳斯达克去郊中 见证了一个一个个民营企业的成长和壮大 他就是蔡洪平先生 我想请问一下蔡总 这个故事我也是在很偶然的场合 听到您偶然的说起 但是他真的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想现在您再回想起来 你是不是内心还会有一种不忍 谢谢你 在你讲故事的时候 我悄悄地控制不住地留下了点热泪 谢谢 我很不愿意回去那个苦难的岁月 但是我也非常怀念那个岁月 如果没有那个岁月 我自己认为就没有我们后来的一切 所以我感谢那个岁月 虽然那个岁月 今天想起来 我会非常的 对不起 对不起 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也许 幸运的是不用再经历那样的苦难了 但是对于有理想有志气的人来说 苦难又何尝不是一种最好的养料呢 所以我今天真的很想请到您到台上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除了苦难 除了苦难 除了机遇 这个时代属于您的时代 您是怎么创造的 跟我们的人轻人一起分享一下好吗 掌声有请 开走 蔡洪平德意志银行亚洲区投资银行部主席 1954年出生于上海 查国队种过田 当过兵 做过记者 1997年 她加入百富型投资银行正式进入投资界 1998年起 先后帮助数十家民营企业在海外上市 被誉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上市之父 恒安 比亚迪 碧桂园 SOHO中国等知名企业 都在她的打造下登上世界资本舞台 史玉柱 潘石屹 王传福的成功 更是离不开她的造富金手指 她把郭广昌 张英 杨慧言 刘忠田等多位企业家送上首富宝座 在国际资本市场 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 是当之无愧的首富园丁 有请让我们欢迎 德意志银行亚洲区投资银行副主席 蔡宏庭先生欢迎您 蔡总 欢迎您 谢谢 谢谢 我非常感谢您 我刚才也在跟大家说 您这一个星期是从香港飞到旧金山 飞到伦敦 飞到法兰克湖 飞回北京 飞到上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首先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其次也很奇怪说 这个银行家已经这样功成名就了 怎么他的schedule还是这么忙 我当然是非常忙 但是我习惯了 我今天的一切 我都想都比当年查理了 我们在农村好 我也自主了 有时候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突然惊醒 被队众吹哨就开工了 那是大冬天 结果当我三秒钟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居然在一个飞机上的投诊场 或者在一个酒店的豪华套街 我想这不是梦吧 所以这种反复的苦难的经历 始终触合在我们这一代人 不是我一个人 我相信都会往我奋斗 都会工作到最后一刻 离开这个地球 我想不是我一个人 都会这样 谢谢 虽然时代不同 我相信这种奋斗 这种精神 可能是每个创业者都必须经历的 我知道今天蔡总是愿意来 跟我们分享一个题目 那就是为什么 您推出的成就的那些首富 好像都是几年前的事 最近这几年 首富的神话越来越少了 那么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 他们发展的时代机遇 是不是就过去了 他们接下来面临的挑战 又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大讲堂 一起交给我们的蔡主席 根据原本的问题 主持人的问题非常好 为什么我曾经在五年前四年前 我每个季度创造一个首富 这不是我们创造的 是资本上创造的 王城福 张英 郭广昌 史玉柱 许连杰 包括刘宗田 太多的这个杨国祥 一个礼拜 差不多一个季度 我曾经在美国的一个大会上说过 美国的首富榜是两年三年换一次 中国局或是一个季度换一次 对不对 我说当时还会 我非常狂妄地说的一句话 我说200 years ago in the Greenwich time 100 years ago in the New York time today is the China time China moment 今天是不是很China moment 三年前在杭州的企业家大会上 我曾经冒昧地说了一句话 这个造福时代即将结束 这不是我们新型企业家的无能 我认为这一切 我们都要从中国经济的这个时代特征来看 这人发生的就是 中国的四个化同时到达和互相推动 第一个我们知道后工业化 全球工业化完成以后 中国在76年GDP只有四五百亿 但就在这个时候 亚洲四乔龙崛起 我们中国像一个低谷一样 像个坑一样 后来没有多久 以邓小平先生这一代领导人 伟大的可以说恩人中国人民的 他们想清楚一件事情 叫团积一致向前看 搞四个现代化 然后全国人民开始奔小康 我自己感觉应期是1980年开始 当时我女儿还非常小 我好不愿意我的军队转业 1200块的这个转业费 我女儿又要看电视机 可是你们记得吗 小时候看电视机的时候都黑白的 我父亲来日本回来 带了一个110幅电影 我相信电视机还是旧的 我父亲他没告诉是旧的 然后看的时候 影子这样拐来拐去 我总是感觉不舒服 最后正好上海有个卖 进行电视机的厂能卖 卖个电视机 我问他多少钱 差不多998 现在想起来还是蛮贵的 但是回头呢 他说你不买的话 再有两个地方就平票了 我说啊有这个事 我就把个电视机扛着就回家了 我太太说你干嘛 我说你把上班打开 打开回去十次真的采电 两面两个天线这样拔开的 对不对 叭啦叭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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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天线一接 正好洛杉矶奥运会 八十年 我那个彩色的鲜艳程度 使我的女儿在地上跳起来 她跳的时候 我眼泪都吓人了 因为我算了998块钱 我还就成100两块钱 我说女儿你看吧 没有两天 我们家里就变成像安院了 家里面的戈壁的孩子 都来看电视 看洛杉矶 也很奇怪啊 你们都不记得 八十年第一个血海服 一枪就打到奥林克第一块军牌 那个时候 中国的出国的运动服 都是没有的 穿着服那很简陋的 那年中国拿了 30多米块军牌 中国女排 每一个级运动 一下子中国崛起 我说哎呀 大概是国运到了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是 八年以来以后 特别是90年以后 我们很多合资企业 建立了很多生产线 我们有十一化工 有钢铁 有宝钢 有70瓦 大概会兴起 我们在消费部里里面 有很多的加工业 长山脚 住山脚 迅动起步 就在这个时候 中国又加入了WTO 2000年 好了 一加入WTO 中国正好 即将过剩生产能力 大规模的出口 形成了我们的 所谓的国际化 就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亚洲经济风暴 中国领导人 英明的决策 加速国内的技术制建设 我们就在那一瞬间 三年里面 投了高速公路 投了沿海港口 深水港 从当年的三个港口 快不到五年 十年里面 我们中国建立了 13个深水港 高速公路沿海 很快地赶上美国的一半 这些港口和高速公路 为我们两千年 加入WTO和出口中心 制造了庞大的 Infrastructure的这个support 在全球运输 集装箱条件下 如果没有深水港 我做过2004年的 中海集装箱的上市 美国在香港上 十亿美元的上市 我真的没见过 这个钱拿来 买一个食物东西 多么大 我们中国人第一次买了 8500枪集装箱的船 多少万 12万吨 第一次首航 在香港首航 我参加首航仪式 当这个船上去以后 一看 上面是四个族球场 族球场那么大 当船下面往上看的时候 就像个城市一样 当基地拉响的时候 我想起了郑和 我想起了当年我们的祖先 虽然这个船不是我们中国人造的 可是当往上开的时候 真的把一个山头挡住 像个城市一样的运输 它指定 你想要装多少电兵箱啊 我父亲是打捞 上海打捞去的 咱们跟海有关 我的名字也有三电水 我曾经是中文海军 对海无限的深情 让我一生感受最深的是 当时中海的领导人叫李克林 林佐的时候船上开得很远了 一个老人即将退休了 站在码头边上 远远的不愿意离开 当船上越来越来越看的时候 一个老人还站在那边看着 我心想作为一个中国的航运人 见证了中国 其中一项页页的发展 制造中心的一个崛起 好了 整个的出口业 大规模扩张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同时 中国人也赚了钱了 又赢了整个中国 从南到北的城市再造 所谓今天说的城市化 在我上市里面 不少杨国祥也好 潘石一也好 都是房地产企业 包括国航商也有一部房地产企业 在那个年代里面的 那个首富有40%以上是地产商 好 接着 信息化开始了 我们以中国人用的手机开始了 我们没做就PC的电脑的普及 我们很多的中国的这个手机 零部件生产商等等的代工业 都在新鲁齐部比亚迪啊等等的 都有很多很多 由于中国这么大的市场 所以全球把信息化的主要的设备和新产品都放到中国来 中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全球的IT市场 而在这个时候 我们整个IT行业 以一个人们无法想象的日夜升级化的过程 使我们中国一下子和全球的IT行业练在一起 没有多久中国游了新浪 没有多久中国游了百度 没有多久中国游了腾审 游了阿里巴巴 看到没有 这一切还比 而且欧洲没走得还快 这四个话的推动 是相继推动 互相作用 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没有的 谢谢 我一下子听 每个礼拜帮个民营介绍是 一下那十五十八亿美金 我的天啊 我曾经想一想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 也一共在花了十三亿美元 那那个时候真的是 财富 中国中国 很多我们这一代的人 都不会忘记这个创业过程 很多人告诉我 老师我们有时候不知道 想做梦史的 怎么会今天 因为在我面对的客户过程中 有很多是苦难的 跟我一样经历的 农村出来的人 潘石屹 天水的 他告诉我一道十六十年 没见过马桶 郭广昌 东阳 现在爸爸是一个农民 对不对 很多的伟大的这个企业家 家族都非常存在寒谷的 怎么一下子变成 站到一个世界的巨人的舞台上来 所以我们感谢这个时代 感谢这个国运 今天的中国已经 已经全球GDP的第二位的国家 我们这么好的基础 但是 我今天说的第二解释 今天的我们的民营企业 将面临难题 第一难 我认为叫产品升进来 我认为在有些行业 在医药行业 生物行业 和 英特约领域里面 可能有些产品可以upgly 但大部分我们原来从事的 都是粗方性的生产品 现在要upgly升级 太难了 咱们文性质问 我们多少技术 是咱们国人自己原创的 举摸忘取 玻璃片 手机 电 光缆 不是 我们没有瑞士人的心态 他们可以在 iopg三脉里面 他们可以做一个手表 一辈子在里面做手表 很敬意的心态 我们没有在那个降型 还有你辛辛苦研发个新产品 没多久被人家copy了 中国还没有 虽然有专利 可是专利保护到什么程度 还是打个问号 一公布以后就被人家抄袭了 所以没有人进行下来 大家都在拼命的发展 一个国家没有原创建技术 是很难实现根本的产业升级 第二 转型难 所谓转型 明明是我做电脑的 我现在去做房地产去 这种转型 我认为本身可以打个问号 中国只有一个国广长 香港只有一个李嘉诚 这种过分的转型 是要危险的 因为你进到每一个门内去 它主要叫学费 那这个转型里面 我认为成功 所谓讲的转型 应该是转型和生育 办在一起 就要转型升级 而不是说转型 转型我们很多里面 就是做别的去了 我最近没有见过转型成功的 所以我认为转型难 第三件事情难 融资难 我昨天晚上完成了一个 海通国际的融资 在伦敦签完的 9亿美金 百分之4的利息 因为是国际做得好 我刚刚上台前 签了一个项目 是个名企 在香港融资的 8.75 这是海外市场 可是国内市场 更加不一样 民企告诉我 他们拿到的成本 都要12% 我们创新企业 新冒头的企业 谁可以付出 这么高的成本 创业 融资难 第四 上市难 整批时间 尤其长 听他们说 没有两年上不了市的 我听说 很多民企的老板 告诉我 在上市过程中 历经的磨难 所以总体来说 民企上市还是难 第五个难 少数的企业家 很难抵制 贵族化的生活要求 也不知道 有些商学院 做了什么事 引导人们去 拼红酒 引导人们去 拍卖什么 自画 引导人们去 Monaco 看赌场 这种莫名其妙的 贵族化倾向 不懂 装懂的 艺术化倾向 想进到 西方主流社会去 其实我认为 还早 我们古人说的对 三代 才是贵族 你的儿子 你的第三代 可以 但你们少数企业家 开始享受 像第一代 什么都实现 特地贫困还实现 我们很多富人 怎么花钱都不知道的 都NBA 全部NBA 都私募基金 全部私募基金 买车 买奔资 全部要买大的 买这个S系列的 开始还不知道 什么是 经历了引力来 二十多年前 现在知道 那是广东的一个小品牌 今天发现 Hermes 今天所有的男人 全部是H 我说能不能不这样 有点丑陋 但是呢 这是咱们中国人 国人是这样的 咱们穷贯了 真没准备 要怎么享受 都不知道 我台湾 这种贵族化倾向 我能要不得 还得想李先生 李嘉诚学习 还得要王山富 柳山志学习 还得任正非学习 我曾经在杨国祥的 酒会上说 杨先生 拜托你 有了财富 忘了财富 这个上市以后 你上了不归路了 You are become the capital slave 你成为一个资本的奴隶 无限中业的资产 好像是你的 其实是社会的 最后一个男 创业男 我还真是佩服 TNT IT 这个Internet的领域里面 中国还真是有一批 优秀的年轻人 在往前走 你们再过几天 就看到 去哪上市了 你们再过几天 可以看到 阿里巴巴以后 就上市了 但是你们没听到的是 在公网80%的 在同样在这里 搞很多网站的人 几乎很难生存 另外 在传统行业 不少人在 辛辛苦的创业 种酒啊 做什么 做什么 做什么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他能不能像 之前的李永豪一样 像之前的杨国祥一样 像之前的王春福一样 像这盘子 一下子能够崛起 很难起飞 什么原因 因为 你缺资本 因为你缺土地 因为你缺少 这样一个爆炸的机会 因为还有一批人 看着你 做大没多久 企业我做大 我就把你收购了 我看以后 大部分创业 大概是这一类 被收购的创业者 但是你永远 成为不了首富 这是一个我说的 当今民营企业 碰到的困难 但只要我们发现 当今的创业精神 毕竟背上这么大一个 崛起的一个中国 我们还有很多机会 我今天告诉你 今天成功的中国企业家 已经不把眼光 只放在本土 双汇 刚刚收购的 盛业 万农董事长 在香港酒会上 做了个演讲的时候 热得我热泪盈眶 盛业 是美国最大的猪肉企业 它通过 盛业 又控制了 西班牙上的公司 西班牙上的公司 控制了整个 欧洲的猪肉生产 又通过子公司 上市 在俄罗斯上市 俄罗斯的猪肉企业 又控制了 整个东西的猪肉 它这一收 把整个全球猪肉 全收下来了 猪肉是什么 猪肉是果然是粮食 三斤粮食一斤猪 我都养过猪的人 那是国家粮食安全 这是上回的成功 是非常了不起 它没有像以前 踢足球的 长篇冲掉 它是一步步 全球配合进球 31个做批准 它最后去 市民的Fill的CEO 在美国会听证 告诉大家 就像女孩子似的 我愿意交给这个中国人 OK 这使得美国国会 没有话说 当然今天也看到 不少中国企业 都在加速的海外收购 但这个收购 我说过 不是资本的征服 是文明的认同 和灵魂的征服 是对你这个民族的增进 我们今天把困难 告诉大家 几个难 也正是我们 感觉还有希望 正是把困难 摆在面前 我们才能够正式困难 节省盲目 你们的题目叫爱拼再会赢 我今天帮你加一句话 爱拼不一定赢 但是不拼一定不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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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这个 我们现场所有的年轻的创业者朋友 都被蔡总忧过忧名的这番话说打动了 但是我还想在这个情绪上 再来问您几个很私人的问题 您当年在海门农村节省下了这三块钱留给自己 和您现在动则可以拿到几千万的美金和当年的三块钱 您觉得哪个更贵 哪个更珍贵 我说的可能大家不相信 我认为那个时候三块钱真的很珍贵 我到这个 我在73年 然后带着三块钱 其实后来我走的时候 我父母亲给了我大概十五块钱 然后呢当我到了军队南海间的以后 你知道那个时候水兵我们海军只有七块钱 陆军只有六块钱 我的七块钱都没用 因为军队是很省的 那一年七块钱 我到了七十四年的打西在海上之前 一年时间 我大概自己赚了大概就说 积累了八十块钱 我这次我妈生病了 我在海林山岛 这个南海间的一个海林岛上 搞军民核定的时候 我来买了两块海马 这海马大概是每一个大概有三块钱 花了六块钱 我把海马包在这个沙布里面 加上剩下的七十块钱 请一个战友探亲的时候 带给我妈妈 我妈妈看完这个也哭了 然后当然我非常可惜 突然可惜 我妈妈那时已经病了 而且那是七十年的事 不到八年 我结婚婚以后 我爸我的妈妈就走了 后来我到了家里 家里以后才发现 我这个海马 我妈妈还是没有吃 没舍得吃 而且那时海马已经很脆了 我拿了海马 我自己哭了一场 妈妈你为什么不用这海马 而当时我认为这个钱 今天的一切的一切 金钱对我无所谓 但是我不是说的金钱无用 中国人有句话 金钱不是万能的 到一定数量以后 真的是身外之物 但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 你可以救很多人 你可以救妈妈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 一个国家 一个家庭 还是要有一定的金钱技术 否则人穷 质不穷是假的 人穷质不穷 无论国际上也好 什么也好 我相信一定还要有一定钱 但是钱确实是有限的 在您身上我感受到的 真的不是钱 是忧国忧民这样一种心态 但是我还是想问一问 在您的身边啊 有很多的这些企业家 假定有一天 您流落孤岛 而且不幸要终老在孤岛上 那么这些企业家 比如说 郭广昌啊 潘石屹啊 史玉柱啊 牛根深啊 杨国强啊 王川福啊等等 只能选一个 您会选择跟谁终老孤岛 他们都有太太 他们都有年轻的太太和孩子 我最后选择是我的太太 有情有义对不对 大家赶快 有什么问题 想要跟他交流啊 蔡总您好 因为我也是来自农村江西的 也是种田长大的 那么在您的这个经历里面 您觉得是这个苦难成就了您呢 还是这个机遇成就了您 我认为这两个都缺一不可 首先我认为感谢的是机遇 没有国运 没有机遇 都免贪我们这些人 我们没什么伟大 我最近打过仗 我在农村吃的口 比起来苦的多得多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的崛起 我们这代人 你们这代人 都在苦斗 所以我认为 还是机遇是第一位的 我们也推动了时代的发展 但是还是实时造英雄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伟大 一定我自己感觉 我还是那么渺小 我还是一个农民 你把自己放高 变成厚 他们有人是端着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姓什么 很多人碰到萌拉克就喝红酒 装着像不像样的 晃啊挂杯绿啊什么的 但你真以为你就是贵族吗 永远不要忘了 我四五十年前还是那么贫穷 所以真的不要忘了本 不要忘了过去 80后 90后来混 我们是一穷二白 我们手里啥都没有啊 只有点力气 最多读了点书 那么属于我们的机遇 又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这些机遇 也是要有相当的资本 才能参与的话 那相当于就是没有机遇了 我认为这个 确实机遇比较少 你摸不到像我过去 15年的紧碰行情 像有些人 他一下子能全国 比如说猛牛 他一做牛 跟他自己给我说 当年做的时候 没想到全国一货长 这么多人喝牛奶 哇 供不饮酒 然后就全国花了 你目前找不到这种 就是紧碰式的产业 真的没有 那么在目前条件下 我认为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去做一个企业高管 为什么呢 慢慢做CFO 因为你可以叫在人家脖子上 今天的很多中国CFO 马上一上市以后 他的身家就是多少以上 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创业呢 我认为打工也可以发财 你不要 真的你控制不住的 要去创业 一个东西就是压不住 你是Bill Gates 那你来找我 我给你钱 谢谢 太总 您好 我自己是一位女性创业者 但是呢 我父亲 他是一位民营企业家 所以我准备放弃 自己创业的项目呢 回到他的企业 去帮他把企业做得更好 所以我想请教你 就是说 像我们作为企业家 民营企业家的二代 怎么样更好的 传承这样子的一个企业 非常好的问题 谢谢 我一种某种意义上说 你们这些富二代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和历史创业更加重 那我说句感性的话 未来中国靠你们了 你们的父辈们 都是从各个不同经历走来 迎接了这个时代的繁荣和改革 目前中国的企业家 老一代的基本上 到了交搬的时候 我刚才说 还少说一个男 我没说 叫交搬男 在美国有句话 翻到中国来说 富二代是无辜的 你们富二代要承担的使命 可能比你父亲更加艰苦 这个艰苦不是来自于 自缺资本 而是来自于 在目前的像赛跑似的 第一声跑得很快 最后接力棒 这一棒要交到你手里 比别人跑得更加快 那就很难 因为你们缺少了很多东西 第一 你们缺少了苦难 生来就非常 你的气质已经告诉我 很有贵气 第二 缺少某种仇恨 第三 缺少某种渴望 他生下来就剥弱了 他所有的愿望和什么都有了 当一个人没有追求的时候 物质追求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多苦难 我觉得一个人受苦 不一定是物质上的苦 有时候精神上的苦 也是很大的苦 这我同意 我认为过去的一代 是物质的苦难 精神是充实的 当我到了三个钱的时候 我真的无比幸福 我今天到了很多钱的时候 没有真的感觉 而今天这一代 物质是幸福的 对不起啊 精神是苦难的 现场同意吗 我就举个例子吧 你知道爱情 今天也都被物质化了 以前我们写封信 多么难呀 比如说我要追圆明 OK 当然不 当时不堪表达的 我当时上次一个节目说过 你当时军英太太也是 我才能写封信 五天再到 我打开以后 真的把门先关起来 什么都不干了 好好的看三遍 当天晚上 什么时候 他们看电影 我都不看了 我把信写完 信写过去 那个资历行间多美好啊 其实挺美的 现在打电话说 喂你在哪 然后动不动就已经同居了 你说男女之间 还有什么 我认为这个恰恰是不幸福 就是婚姻一定要幸福 OK 家庭要美满 你有没有觉得 就像是你爸爸在台上 突然在给你电话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如果有志 如果有志 我认为你会成功 但是一定要有志 一定要吃得百般苦 还有能够经历 你所有的挑战 以及用你的新的知识面 来跟你父亲商量 我认为会有成功的 所以还是有机会的 对不对 有机会 那我知道蔡总 天天全世界到处飞 我想知道 嫁给一个 你这样子英雄式的能物 你老婆她幸福吗 这个问题 好感性啊 一年前有一个话 叫您幸福吗 对对对 您幸福吗 我叫话筒 我相信我们都是很幸福 因为即便这样 我太太也不是在享受 我们实际上也都在互相鼓励 比如说某种提醒 但是我相信她是幸福 当然我也认为 我也是幸福 因为我每天辛苦 叫 有时候叫甜重苦来 幸福建立在每天辛苦上 这是一个幸福的基石 谢谢 谢谢您 蔡总365天 全年维修 马不停蹄 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家 现在出现过劳死 包括我在创业过程中 很多时候自己身体也感觉跟不上 那蔡总怎么去平衡 拼而且要保密 你现在有这种压力很大的感觉 身体体力不够的感觉吗 之前会有 就是老是颈椎疼背疼 因为我曾经都是凌晨4点去办公室 凌晨3点回家 祝福你一句话 现在年轻 我今年59岁 你29岁吗 我今年37 还是年轻 我认为我在36岁那年得过甘业 所以从此地就不在 虽然后来甘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是呢 我提醒你 就是说 永远记住 命是你自己的 到最后你不行的时候 一切伟大的东西都对你无用 所以你自己掌握分寸 不要欠债 就是说比如我累了 今天我只吃了五个小时 或者四个小时 一定要想办法 在中午的时候 能够眯一会儿 因为身体的事 不是一天两天搞得坏 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搞得好 特别年轻人 你要注意两件事 一个是心脏要小心一点 不要太熬夜 打麻枪一定不是好事情 第二 喝醉酒绝对是坏事 我从来绝对不相信 有人劝我说 韩瑞老三你喝茅台酒 茅台酒对肝有好处 我从来不相信 那就还是酒精 千万不要同流合污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要让军人一样生活 纪律 计划 严密无缺 同时坚决之行 我当时圆明三年前 让我唱佛 我唱的事情 不是为了有的兄弟 但兄弟还行 我是纪律 因为一天不成 说到这个 我倒突然想起来 既然说到纪律 我真的要提醒您 因为我知道 你每天必须做三十个 五十个 五十个 如果今天没有做 明天要罚自己做几个 三倍 一百五 一百五十个 好 我替您算一算 今天一早上飞机 从北京一直到上海 您都没有时间 做这五十个俯卧城 不如现在就做了吧 不 我们现场一起来 来 来 你一块过来 还有谁愿意 现场来挑战的吗 来 看吗 你这边还有吗 上台来 来 太头皮 我帮您把西纲拿好 菜总在中间 然后第二排 我们可以站两个 来 自然这边 我们现场一起数 这个不公平 这个不公平 让一个五十九车的人 给一个三十七岁的 审 这个这很不公平 他们未必做得过您 没有 这个 你可以什么 3 7 1 2 3 4 5 6 6 9 7 1 12 13 14 6 10 17 18 19 20 21 22 22 22 23 24 29 25 9 20 25 20 十三 四 四 五 四 六 十七 四 八 四 九 五十 太总 太了不起了 太行了吧 大家要知道 太总在过去的一个星期 每天只有睡四个小时 为什么他能够战斗到这一刻 就因为每天五十个从不间断 十八岁 十八岁 串成这样 八十了吧 我觉得蔡伯伯 你刚才剩了几个先说 我是做五十个 刚才五十个 对 跟你 对 恭喜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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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激动 我觉得一个创业者 就是企业家 那么成功 还那么接地气 所以我叫她蔡伯伯 对 谢谢您 哎哟 主持人好 蔡伯好 我是巴比馒头的创始人刘贵平 目前我们在长三角开了1400多家的连锁店 现在年销售门店大概今年应该超过十个亿 一年卖馒头能卖出十个亿来 大概十三个亿 应该说 什么馒头 巴比馒头 巴比馒头 一个半月前 我上海有一个别墅 要装修的时候 我都回到上海来 下来回去很晚了 我就自己收一个巴比馒头 后来我去了许家会的店 好吃吗 还好吃 还不错 谢谢 应该目前来讲 我们的商业模式 也受到很多投资人的承赖 很多人现在想过来参与或者投资 反正我们觉得还没搞清楚 或者我今天想请教您 请教您 您觉得一个企业在什么时候应该引入投资人 或者引入什么样的投资人 比如战略投资人 还纯粹的财务投资人 还有最关键的 如果是引入投资人 这些投资人是希望你企业上市的 所以企业上市以后 对企业到底是好还是坏 你做企业做多少年了 十年了 从来没有跟投资人打过任何交道 肯定打过了 又爱又怕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投资人 应该都是从促进企业发表 从一个双赢的角度来考虑的 当然不排除 有的投资人 全从利益来考虑的 所以他对资本 你看又有点想要跟他们接触 但是心里又怕被别人占便宜 其实蛮多做的蛮好的企业家 大概会有这样一种心情吧 对 你像女孩子一样 以为谈恋爱是人家占他便宜 其实是帮他带来幸福 开个玩笑 太经典了 什么时候需要资本 当你最需要钱的时候 就是我漏借贷 怎么很高 同时我确实呢 我需要这个一笔钱 或者怎么样 第二件事情 当你到了发展的一个平静路口 你现在目前是地区性发展 目前还是刚才说 你是很好 长三角 对 如果你要更大的扩张的时候 我需要一笔钱 在这个时候 我在还没有上市 我也不想那么早上市 那这个时候可以是做 你现在有这样的扩张计划吗 我们已经在 珠三角已经在建工 所以在这 如果你自由钱你留够的话 那未必一定要做 第三件事情 你是要在某些方面 在产业上 学到他们帮助的时候 您觉得还是 我们引入战略投资人 他纯是财务投资人好一些 觉得还是 产业战略投资人好一些 两者都有不同的优点 财务投资者 不但会长期跟你同居 就说这个 好你好赞 是一个同路人 到一定时候他要下车的 OK 那么当然 他这就是一个火箭推动器 他到8000米 一万米以上 或者这个10万米以上 他火箭就脱落了 已经上市了 行业投资者呢 有好处是 他这个产业上跟你帮忙 但是你几乎就 嫁给了新李 新张的了 嫁机随机 嫁狗随口 就是他们家的人了 他可能在很多战略上 他要长期持有你 就说 你很难跟他离婚的 甚至在业务干涉上 行业投资会多支持一些 甚至因为他都懂的嘛 所以他对给你 会直视滑脚 有可能 但是呢 这种优秀的 这个优良的直视滑脚 如果你缺乏的话 也是需要的 就看怎么看 你见过很多 这个投资人 觉得蔡总跟其他投资人 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 上次见过蔡总 真的 感觉这个老头子 太厉害了 太拽了 上次是那个 爱萍财贵营 最后一场 蔡总当时说了一个什么呢 什么是最好的企业 每年的销售增长300亿 我看这个投资人太牛了吧 太厉害了 我都受不了 我当时说三年以后到300亿 不是说 三年三百亿 今天他进来以后 听到这个蔡总的这个 谈他的经历 一谈 有这样的过往 并且这么感兴 当时我都流泪了 非常感动 最后我觉得真的 蔡总 你们不简单是 创业者的版样 同样是中国人的版样 谢谢 谢谢 别忘了将来要找人结婚的时候 要找蔡总 你把法关 老娘就要把法关 我说的话不一定都对的 只供你们参考 但是一定是真实的 是周内心说的 我自己说生活要真实 做的每件事情要真实 只有真实 我们再可以在一个世界上互动 才可以起飞 否则 如果有虚的东西 我们就不可以 我们这些人 大概的责任就是 告诉后人 告诉年轻人 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告诉我们 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什么要提防的 要提防的什么 不一定对 真的可能很多人 不从有的看法 但是一定是内心说的 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国人 所有人必须做到的事情 谢谢 再次谢谢蔡总 我在想 怎么样的人才会赢 要爱 要拼 还要真 谢谢 再次谢谢蔡总 谢谢 之后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因为我记得 在两年前的一个年会上 我听到您用口琴吹了一曲 歌唱足够 我掉眼泪了 所以今天我特别去买了一把新口琴 这个麻烦了 这个为难了 崭新的口琴 您愿意给我们吹两句吗 我真的 真的 我真的没感觉 很多年没睡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首席视频合作伙伴 周虎视频 感谢我们的视频合作伙伴 优酷土豆网 网易视频 乐视网 凤凰网视频 中金网视频 五六网 中金网 爱奇艺网 腾讯视频 PPTV 暴风影音 当然我们最要感谢的是 蔡鸿平 蔡总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流水塔带着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处置 等待的青春 流水塔带着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我们 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处置 回忆的青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